今天给大家讲Kilo Crossover 然后很多人做这个Kilo Crossover不成功 我认为不是他不会这个动作 是他前奏动作做的不好 就你看很多人他做Kilo Crossover 他前面的 一是他没有完全靠近防守 或者是他前面晕球晕得太用力 频率太高 再突然一下做的话 你这样的话就是 效果不是很好 就你做完之后不好发力去上篮 而Kilo Crossover是 你发力的时候实际上 你没有用全身的力量去发 对不对 实际上你做Kilo Crossover的时候 实际上是手指用力比较多 你往这边拨的时候实际上是手指用力 这时候你身体不跟着过去 不跟着这么做做的过去 只是很轻巧的过去 你这样拉过来去 突破上篮才是比较有效的 懂意思吗 你这样才突得上劲 动作才 那个就叫什么Crossover Kilo Crossover 你这样的话就是 才会突上劲 就是更轻巧嘛 这样动作 然后还有的问题就是在于是 很多人他一开始就这样快频率 这样去运 你没调整好 你马上就做这个动作 实际上所以说不容易做了好 你看我在做Kilo Crossover 很多时候你看NBA像哈达威他们 都是用一个类似于这种运球后的三位型 Hesitation 这种拜佛样的这种动作 这样充分的靠近对吧 充分的靠近 之后啪啪 踩发力 才去突才去上篮 比如 所以你运球的时候 这时候使手指的力量更多一点 往这边探一下 身体才会轻巧的往那边探 你球才拉得回来 你才出得了 如果你用全身的筋 这样用力 你人都飞出去了 你要再拉回来 就不好拉回来 所以说你这时候出去的时候 实际上是很轻巧的 只是 实际上你是很轻巧 但是让防射以为 你要脚发力 绑这样去突 东西是吗 一定是要做出节奏感 比如说防射在他防我 他防我嘛 我做这个kilogram手法 拜佛 再来个再来个 好好 再出来一点 再出来一点 不然我上篮都没距离了 对刚才 我调整好再打 大概就是一个这个感觉 然后大家看视频的时候 记得 买篮球 还有我们的定制球吧 之后会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我们的实战篮球 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看视频的时候 如果需要篮球 可以在淘宝搜索 9E篮球教学 就可以购买同款篮球 大家看视频的时候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在视频的 右下方 扫二维码 就可以订阅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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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